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女团Lithrapping 以新曲Anti Prejai回归了 而新曲在公开不到9小时 就突破了300万的观看次数 新专辑的预告量也突破了60万张的 刷新了自身最高记录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Lithrapping成为五人体制后 发表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 Anti Prejai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十八太喜欢了 NV真的超棒 歌词疯了 Kim Chin-Win的实力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从R19开始 每次出新专辑 实力就会更上升 Kazia的音色说不好听一点的话 很像是比赛的感觉 因为Kim Chin-Win实在太干净 所以会更显得那样 然后红红浅的Rap很不相配 很尴尬 副歌部分很洗脑 但是几个重点部分 因为发音问题 无法集中去听 歌曲也是还好 有点遗憾 曲子跟歌曲构成真的真的很好 但是歌唱歌Rap都没能好好胜任 有点不自然的感觉 但是成员们都好漂亮 造型都很潮流 一听就能知道是Lithrapping的歌 歌曲很特别 风格很好 但是歌曲本身不是很有大中性 我一听PLS就觉得18超酷 觉得他们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次的歌曲真的不怎么样 歌词明明是我不会破碎 舞蹈竟然是把拳头放在脸的两旁学猫蜜 这到底是在干嘛 我的取向真的不是主流吗 这次的歌曲不觉得很好听 但是大家的反应都很好 说实话歌曲真的很不错 首先是很云快 然后好像是针对抖音的Party非常洗脑 我太喜欢Lithrapping的概念了 从PLS开始 大部分的歌曲风格都不是分手后的我 而是堂堂正正坚强的我 然后一说到Lithrapping 就会想到黑白颜色 跟他们都很相配 然后因为在这次Anti Prejoy歌曲结尾 出现了这个句子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猜测 这是Lithrapping在预告下一首回归歌曲 因为在初头期PLSMV的结尾 也出现过这种句子 结果这次新曲的歌名是Anti Prejoy 所以很多人都猜测 下首歌应该就是Unforgiven 所以大家觉得Lithrapping的新曲 Anti Prejoy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美国PLS200再次拿下一位的Stray Kids 10月16号 根据美国PLS的预告报道 Stray Kids的第七张林里专辑 将在22号的PLS200排行登上一位 这是G3月发表的林里第六张专辑之后 时隔7个月再次登上一位的记录 目前为止 在PLS200登过一位的K-POP歌手之友 Stray Kids 彭坛苏仁丹 雪普M BLACKPINK 而在该榜单 有两张专辑以上拿下一位的组合之友 彭坛苏仁丹与Stray Kids 哇Stray Kids恭喜恭喜 这次的歌真的很好听 疯了好幸福 Junkies恭喜你们 看几个留言的话 在彭坛之后 真的有一些人觉得PLS200很简单 你们知道美国歌手也是登上PLS200一位的话 会有多高兴吗 再次恭喜Stray Kids的一位 Why do I keep getting attracted JASAMGAPTIKELYOGA I CANNOT EXPLAIN THIS REACTION 2iz 2iz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